2018年8月24号中午12点半在保定桌州市燕一路名流风景地商母音房,一男一女进来买东西,女的戴帽子故意支开售货员,趁售货员不注意,男子来前台假装照镜子, 趁机把电源手机偷走了,手机在桌子上充电呢?随后男子将手机放入裤子后都跟女子扬长而去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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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